古时候的读书人韩昌虎读 都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提名高中状元 至于今时今日的新生学子 更加就要披荆斩击 从小到大要应付过百个的考试 所以从古至今 都有不少人想市场之前 求神明庇佑 希望加上自己自身的努力 能够时半功倍 今集《道在人间》 我们请来一位道长 和我们介绍一下 每年举行的文昌开不礼 到底意义在哪里 欢迎我们今集身边有叶长青道长 叶道长你好 每年开学的时候 其实新生学子放完解心情 都会哭回来 准备再上学堂 其实最紧张的不是他们 反而是家长 所以华人庙委员会 每年在开学之前 都会举行一个文昌开不礼的活动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好 这个活动来说就是 我们华人庙委员会 在2011年在深水埗三太子庙 首先推出的 这五年来说我们看到的反应越来越好 而且我们在2014年也在港岛区的鸭利州 红圣庙我们也提供多一个地方 是 给小朋友或者家长带来的小朋友 去进行这个文昌开不礼 其实文昌开不礼是否一个传统的习俗来的呢 绝对是 但是文昌开不礼 我们是透过了文昌帝君的信仰 因为文昌帝君的信仰来说 我们一般特别是古代中国 就觉得文昌帝君是在那个仕途 就是文昌帝君的信仰 我们就加在这个开不礼 所以就配合了文昌开不礼 那以前传统的开不礼 和现代的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 这个有很大分别 传统的开不礼来说 一般古代是私属 就是我们俗称叫博博齿 那可能是一个同盟的小朋友 他可能就会给老师 就带去向孔夫子的圣像 行贵寇礼 除了跟孔夫子行贵寇礼之外 也都是对他的老师 就专丝中道就要行礼 然后就由老师教我们开不礼 那老师有些就会拿着毛笔 就帮我们开智慧点珠 也有些老师教他们拿着笔 就在九宫格上学写上大人的仁字 为什么要写仁字呢 正正因为教育教他如何做人 所以他开不礼 第一个字就教他怎么写仁字 对, 很有意思 但是现代版呢 就是我们现在会做的又是怎样的 如果拿我们华美委员会的文昌开不礼 我们就是这几年 我们首先会请道长 就和我们进行一个祈福的仪式 在那个仪式当中 我们桌面的供桌上 就会有包括了有寓意的一些供笔 包括了聪代表聪明 勤财代表勤力 酸代表算术 这个供品摆完之后 就由那个道长进行的仪式灑症之后 就会请那些小朋友或者家长带着小朋友 就进到那个文昌帝君的前面 就大家是向文昌帝君 就行个叩首礼 那你也是就得到道长的灑症 和祈福 还有我们除了提供这个灑症的服务之外 我们还特製了一支铜的古代模式的铜笔 不是小的 一个像这么大的 也有几尺的 一个一支铜笔 这个铜笔就是什么呢 就让小朋友在道长和我们耍症 开完智慧之后 就再去摸一摸那支文昌笔 希望藉着这个文昌笔 到他们真的做功课考试的时候 就下笔于神了 原来是有这样的意思的 但是其实文昌开笔离 宗教的意义或者寓意 最终都是教育的方面是吗 我们希望这个文昌开笔离 就是说是给到一些新生学子 在精神上面 还有希望透过他们自己努力 再加上参加完这个文昌开笔离 就得到文昌帝君的庇佑 在两方面 就是除了解决了学习上面 或者会不会有些心理的压力 或者帮他们有个心理的位置 令他们在学习考试的时候 可以应付治愈 也希望他们值得开心学习 你说开心学习 其实举行了几年了 是 你也说那个反应 看见来参拜 或者来行这个礼的人 越来越多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例子 就是他成功的 就是开笔离之后 如有神座这样呢? 这个值得谈 就好像我们最近说 妙委会刚刚收到一位小朋友 他接下来马上要读小五 他给我们一个回应 就说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他就参加了文昌开笔离 我相信加上他自己自身的努力 他跟我们说 他小三是考到全级的第一名 是 结果他到了小四 也再来参加我们文昌开笔离 同样也是经过他的努力 也是获得全级的第一名 是 他告诉我们 准备来到他升小五 他接下来也会参加我们的文昌开笔离 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因为毕竟文昌帝君这个信仰 我们华妙委会 是除了弘扬我们的传统的仪式之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 是将那个风俗、习俗 就是配合我们的妙语服务 是 向社会大众推广 我们也是很欢迎社会大众来参与 费用是全面的 既然如果是免费 是不是不是道教徒都可以来的呢 绝对欢迎 不需要是道教徒的 我们是向社会大众开放的 刚才听到叶道长所说 就是这个文昌信仰 其实它是缘起自何时在哪里 或者到现在为何这么普及呢 这个文昌帝君这个信仰 主要就是在我们古代晋朝的时候 是 当时是属地 就是现在的四川 有一个子童这个地方 就是一位姓张的神灵 他是由地方神 最初是主要老百姓拜祂 主要是驱瘟疫 其后慢慢慢慢就发展到 就是说当地的学子 是拜了它之后呢 就是在考功名那里都有帮助 由于这样呢 就慢慢由晋代开始 一路一路流传到去宋代 宋代的时候 就已经是将整个文昌帝君信仰 就推广到整个全国各地 那么去到元朝呢 甚至元朝的皇帝呢 是将这个文昌帝君呢 就是一个封号 它的封号呢 就叫做 附原开化 文昌司录 宏仁帝君 正正因为文昌司录 那跟功名利录有关的话 是 更加令到呢 就当时的新生学子 和呢 就要科举要考试的那些 那些老百姓呢 就增相呢 就向这个文昌帝君去祈求 是 所以文昌帝君这个信仰呢 就是说 之后呢 是跟功名 跟仕途 跟考试呢 是牵上很大的关系 对了 紧扣着的 对了 没错 没错 一路发展到现在这个信仰 嗯 其实这个信仰呢 就是到现在来说呢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不要说灵不灵验了 但是一说起呢 都会觉得 哦 拜文昌是好事啊 就是等于教小朋友孝顺一样 就是希望呢 从小到大 但是呢 都记得要告诉小朋友 你自身的努力呢 才是最紧要 是很紧要 那这次呢 这个文昌开不礼呢 在九月份呢 会举行多少次呢 嗯 我们在九月呢 会进行两次 嗯 包括九月三号 是 我们在深水堡三太子庙呢 下午的三点 去到五点呢 就有第一场的文昌开不礼 嗯 那么在九月二十四号呢 我们在港岛鸭里洲的熊姓庙呢 同样时间是下午三点到五点 我们有第二场的文昌开不礼 是 都是公开欢迎给社会大众参与的 嗯 那大家呢 可以寄食的日子和地点 到时呢 就带小朋友去排队了 欢迎欢迎 而且开不礼呢 就是完成了之后呢 会有一些纪念品 可以带回家 是 那当然就不是带回家 就乱摆的 那其中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 是 这些毛笔呢 其实现在呢 除了小学有些规定的功课 要用毛笔之外呢 是 都很少用到的了 是 那这个带回去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好 这个问题呢 都很有意思的 那这支笔呢 大家都看到呢 就是为什么是用传统的毛笔 不是用原子笔 不是用原笔 嗯 正正呢 就是这个我们华美文会呢 是弘扬传统仪式呢 我们亦都是希望 发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是 就是古代都是用毛笔写字 嗯 那这支笔呢 如果是呢 就有参与文昌开不礼的朋友 是 我们都会有一支呢 这些是寓意文昌笔送给他 嗯 那送给他呢 他拿到回家的话 可以放在书桌 放在他的笔袋 是 甚至放在书包那里 是 那这个呢 刚才正正你说了 就他加上他自身的努力学习 那还有呢 就有文昌信仰的庇任的话 我相信呢 就会是帮他们在考试的学习 是可以很轻松地命负治愈 信心大增 对… 但是一定要自身努力 当然… 那最后就想问一下叶道长 是… 就是小朋友很多时候 都可能时间表里排得满些 那可能有些家长就会说 如果他不是亲身来 但是呢 他代表小朋友来拜 是 又或者是否拜开照 年年都来 这样 这个非常好 因为我… 我们还美威妹呢 就是提供这个文昌开不礼 我们希望是什么呢 一是除了弘扬传统仪式 还原这个风俗呢 我想就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希望是什么呢 是… 如果你是想藉着文昌帝君的庇佑的话 在你的学习 在你的考试那里 可以应付自如 我想呢 心成质灵 你如果不亲身来到的话 那对过不过去 所以我们也是鼓励 是… 有兴趣参加文昌开不礼的朋友 是最好亲身来到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说在我们收到的一些反应 是有些朋友呢 是参加了第一次 第二次的文昌开不礼的话 就是… 是… 给他们可能是心灵的位置 再加上就是他们呢 亦都透过他们自己的自身 努力学习 那成绩是不错的 那他们呢 就是… 都是有要求 就继续来参加的 那我们同样是欢迎的 那牵不牵涉到要不要还神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这个呢 我们原则上呢 就希望这个是一个传统仪式 是我们去推广 那和呢 亦都是鼓励他们 是勤奋向上 和呢 是轻松学习的 那没有带出一个勉强 就是他们要怎么样 有什么宗教上面 或者信仰上面 有个特别的要求 明白了 那叶道长说得很好 真的 小朋友呢 就是读书是靠自己本身努力 而且书是你自己读的嘛 那当然了 参加这个文昌开不礼 当然你要自己参加 对 没错 那也都不需要有任何压力 这个呢 就是欢迎所有公众人士来参加 那今天多谢叶道长 和我们聊了这么多了 那希望这个开不礼到时见到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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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